反而要主持金鐘 這一次他是真的還蠻辛苦的 然後他的壓力也真的蠻大的 然後是可以感受得到 因為畢竟這麼大的典禮 然後這麼重要的一個職位 他想要問說你有沒有給他愛的報報啊 什麼的 蛤 呃 事實的 XX是需要的 嗨 各位自由時報 iStyle 陪我們大家好 我是秀羅駿索 我來自輕衣Squad 還有吳堅秦 現在練團的狀況還蠻順的 對啊 我們幾個人都還蠻興奮 主要是很興奮要去新加坡玩 因為終於好不容易可以飛出去 對啊 我們幾個人都很興奮 你有排好什麼景品或是地齊地玩嗎 豐澤都幫我們排好了 他排好好就是 他說我們什麼時候要去哪裡 我們帶你去住哪裡 帶你去吃什麼 然後帶你去玩什麼 他全部行程都已經排好了 對 現在最確切知道的是我們會去環球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去新加坡 所以 所以我其實真的 蠻興奮的 所以已經看好要吃什麼 要去那邊逛了嗎 其實我們 我都沒在管 我們就交給豐澤 豐澤就幫我們處理好好的 就是他什麼都準備好 要吃什麼 要玩什麼 要去買飯手禮回家是還好 因為我這次把全家人都帶去了 所以 你把全家人都帶去了 覺得他們自己去買就好 躺安要主持金鐘 會不會給你很多 問你很多意見或是壓力 他倒是 給我壓力是不會 我倒是想要 就是去幫他分 分擔一點這樣壓力 因為其實這一次他是真的還蠻辛苦的 然後他壓力也真的蠻大的 然後是可以感受得到 因為畢竟這麼大的典禮 然後這麼重要的一個職位 然後他也會覺得很有責任感 然後他也是第一次主持這麼大的活動 所以他現在已經很認真的在做功課了 你要怎麼鼓勵他 其實就只能跟他說 你很棒 你做得很好 他想要問說你有沒有給他愛的抱抱 事實的給予一些擁抱是需要的 因為一直都是五間情活動 你個人的專輯哪時候要推出 我個人的專輯正在做 然後近期又完成了兩首新歌 然後很興奮啦 就是真的很蠻興奮 就接下來要拿新作品跟大家見面 年底有機會 進度是兩成嗎 兩首歌 是又多了兩首 所以進度差不多三成 有差 你是體推嗎 我是希望年底年初那個 差不多那個時間 第一個視頻 第一個視頻 第一個視頻其實就是 剛打耳洞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的視頻好像就是隨機附贈的那種 對 我們就在路邊打耳洞這樣 我不知道耶 可能那個時候有一點 為叛逆吧 打耳洞的時候應該是18歲的時候 後面開來的 就走 在路邊打耳洞 還是 我會不會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